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是说他看了一个全过程 因为现在有些很有慈善心的人 就是向人没法生活 你像他报道 我还知道另一个向人 他报道的向人 脸上长神经纤维瘤 出起来了 太巨大了 巨大到什么程度 巨大到他必须抱着 捧着他 捧着他 捧着他才能生活 甚至于动手术的时候 都不能一次给他切了 因为他已经这么多年 习惯于这么大的重量 他的内脏形成了平衡 对 到这种程度 而且你看对他的生活的影响 四岁之后 就因为这个 就是人见人怕 对 四岁之后就没有离开他偏僻的村庄 所以这次见到之后 这个医生也是就是觉得 吃了一副 护士长 你想见了多少人 护士长都下了 后来这个医院的院长 后来说上去抱了一下 本来说这么大的流子 没法弄 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要救他 不是要帮他 这一抱 他心里有底了 就发现这个根 不是很快 不是很大 但是即便这样动手术 有你想象不到的危险 你比如说 插这个抒养管 插不进去 因为他鼻子是扭曲的 所以手术当中这个显向还生 确实是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说初步手术还成功 你知道我原来还见过他们 救他们帮助的这么一个向人 怎么身上有一千多个肿瘤 你想导到右眼失明 什么这样那样的 他是后天生出来的 这个我不知道 好像是不是先天后天的 你可能跟后天有关系 神经显微流 这样慢慢长 看过这个方法 对 我可能看过 九九 你说 你从心理医生的角度上讲 这个人的这种样貌 他对他的心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会带来影响 因为孩子从小时候成长过程中 要慢慢来找到自己 从心理学来说的话 最终是在镜子里找到自己 那像像人的话 他镜子里 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的脸 看不到自己的脸 人的自我有些时候是一个假的 就是说从现在的心理学认为 其实人是没有自我的 人没有自我 佛下也是这么认为 对啊 但人的自我是怎么建成的 一个是从别人的眼睛里 或者别人的评价里找到 一个就是通过镜子 拉康的 对对对 镜像的 我为什么要讲相貌 谁都说 我发现人最虚伪了 宣美的时候都说 我们重视内在美 心灵美 谁不是看长相啊 找对象 谁愿意找个丑的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美丑的这个观念 不是来源于东方文化 而是来源于西方文化的美学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就更多接触了近代的西方美学思想 看看我们都喜欢外国的男人 外国的模特 对对对 就觉得他们长得高大 他们漂亮 他们白皮肤 他们男眼睛 他们金黄的头发 或者怎么样 觉得他们很美 有些时候 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洋娃娃造成的吗 是因为小孩的时候 你说太对了 那椰菜娃娃能够改变这些东西吗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东方式的野菜娃娃吗 可以干扰 木烂 现在美国小朋友都拿着木烂 但是以后他就喜欢鼓励了 有可能将来有一天 他们又学了咱们 是吧 对 就是东方文化 它的美学 就是我们用传统的美学的话 就是我们看每一代都在变化 从我们朝代来看 所以面相的变化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比较欧式化 现在想减肥的人就看看 比如说女人 对对 大寿孤 对不对 对对 你看咱们两个女嘉宾 对对 广美就属于比较西化的 对对对 他比较西化 身高马大 轮廓明显 西化的那种美 你看那个阿宝 曾宝仪 对 他就是东方 他就是东方的小小玲珑 皮肤白细 他这样一种美 你看 其实很奇怪 就东方的男人 他在理性层面 他接受西方那种美 但是在生活上 在亲密层面 他喜欢东方的美 喜欢含蓄一点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是气味的关系 一个是气味 一个是东方男人的心理 受不起强烈的刺激 自卑 不一定是自卑 不喜欢人家刚马大的 不是 一个是不限 当然自卑 当然有阉割情节 我告诉你 我在那个Westward 跟那个洛杉矶 这个洛杉矶 前面那个书店 叫Sister Store 它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书店 那有一天我进去 我还翻章节 王阿姨那些小说翻成英文 后来晚上我就一个party 我就告诉美国同学 我说我今天去了一家女性主义的书店 里面都是女的 什么的 他们说他们没把你赶出来 我说没有 他们说显然他们不把亚洲男人当男人 他那个书店里面男人进去 他们亚洲人赶走 不是 你这心理学太深了 有些事我就不懂了 比如说说他们阉割 好像说这男人前意识里有害怕被阉割的这个恐惧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对那个恋母 就是奥地姆斯情节就认为这个孩子的恋母的时候呢 他害怕他的父亲会惩罚他 难过他 就这样的一个恐惧 就怕自己失去男性 就他们强烈的展现出男性色彩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说从现在的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认为 奥地姆斯情节不是孩子的 是父亲的 是父亲看到这个妈妈怀孕这个孩子 然后哺乳他以后 父亲产生的这个季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季度来用投射的方式 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情节 其实一个孩子五六岁懂什么杀父恋母啊 对吧 全就是 他们说那个时候都已经有性的觉醒了吗 不是 那只是成人的一种眼光 你想想 弗洛伊德是成人的设习的事 他是用成人来拆车儿童 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 父亲对孩子的嫉妒 恨不得把孩子提出 妈妈的这个范围 我那天看了一本书 就是我就发现 弗洛伊德也是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 发明出他这个超市的这个学说的 嗨了 你知道吗 弗洛伊德是最早的可卡因的这个 是吗 实验中 没错 他有一个 他体验他 他体验 他体验他一生中大量服用过可卡因 而且呢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可卡因呢 但比如说有一个上位 常年受什么神经痛所苦 弗洛伊德就给他开 确实麻醉就不痛了 但是后来他发现 哎呦 完了上瘾了 他才发现这个 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有很多 我们做文学研究啊 现在有很多人把生理因素考虑进去 对 结果其实发现是很有道理 比方说肖邦跟乔治桑 很多人说的浪漫 可是其实肖邦那个时候 他有病 他那个 肺结核 第一烧 所以很多人现在讲鲁迅的晚年啊 有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结合他的身体情况来看 没错 肾上贤素 太好了 毛主席有很多的 这个这个后来的很多壮举啊 跟他一辈子用安眠药 有关系 通常那种文化概念上讲哈 啊 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 东方人哈 嗯 是不是偏阴柔 偏女性 过去有人有这么一种说法 东方文化就是 女性 它是主张 包括荣哥已谈到了 就是阿曼尼和阿里姆斯 就是说在东方人面上 阿曼尼不是服装名牌吗 不 它是代表两种女性 对 男性的这个内在要素 所以中国的男方 男人会呈现出女性的味道来 而西方男人会偏少一点 当然在成吉思汗的时代 就不是这样了 那时候蒙古人在世界上 这一雄性的 所以其实也还是跟 社会政治地理的变化 最近的这个两三百年呢 因为西方强势嘛 所以东方呢 在西方里面看来 它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弱的 最有趣的一个一个一个比较 就是说有一次 我们的学术讨论会上 北大的教授谢敏 说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他说我们走向世界的怀抱 就是他的一个意象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被世界 就文革的时候 被世界分离了 世界的大家庭 好像世界在张手欢迎 当时在场的另外美国的一个学者 是香港人叫周雷 他马上说 他说你的比喻很有意思 是中国是走向世界的怀抱 可是西方的汉学家 通常呢 都把东西方的关系呢 比作是西方的一个强悍的男人 来欺负一个老处女 这个对比 他是用后殖民的理论 来这样来解释 东西方 但事实上从心理学来讲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东方 在西方人的眼睛中 是一个mother 是一个母亲 现在不管是 是阴性 是阴性 不管是哲学 还是思想 还是我们说东方的神话 现在比如说我们心理学吧 就是看到了很多西方的心理学家 在研究东方 要进入包括印度的 中国的 日本的 神道教这些思想 他们越来越迷恋 就是说因为东方的哲学 或者东方的思想 是不是要高出了一个 理性思维的一大解 他们好像有点超越了一个理性 因为西方的文化是建立在 我们包括就是基督教文化呀 德国人的这个严谨啊 罗马的法呀 或者是 是那个希腊的这个 理性之上 文艺复兴的这些理性之上 但是发现东方的原容和东方哲学里面 比如说我们谈到的这个道家的思想 还有就是我们阴阳的这个父母 其实已经使他们感觉到 非常道不可言传等等 对对对 现在的西方全部都在研究东方文化 尤其他们有一个秘密叫黄河文化 他们把西方叫南海文化 是以海洋 你看西方的城市间的海洋 海洋边 而东方的文化是在内陆 是以黄河来的 所以他们现在对东方简直是很崇拜 真的很崇拜 是吗 他们来到中国就是要问 就希望我们告诉他 去道歉他的思想 我碰见的就不是这样 我碰见的就是说 在哪买盗版碟 买那个便宜衣服 什么假名牌在哪呢 我跟你说外国人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相貌对人有影响 最近的新闻有一个 就是好像是在西南地区那边 有一个女大学生 找工作 当然大学生找工作是难 但是他尤其难 他身高一米四 就是比较矮 相貌太平平了吧 然后尝试了150家单位 完全找不到工作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 实际上你若有若无的 作为一个用人单位 其实是要看长相的 那看什么工作 如果是前台工作 可能注意长相 但是如果只是后台的管理 或者是办公 你干嘛注意长相 你的顾客看不到他 但是你说的是理论 我在实际上看到的 实际上多少都会看长相 但是其实如果他在香港 或者在美国找工作 他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没错没错 现在香港你interview 如果你来了一个 他有点残疾的 或者说是他有一点生理上特点 人家特别谨慎 你就是不要他 你理由还得特别错 没错没错 怕这个政治不正确 所以你知道夏天回来 他们有很多海外回来 一看到中国内地 比方深圳贴这个布告说 要招一米七零以上的女性 什么什么 特别敏感 他怎么可以公开的贴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是马上被人告 在美国立刻就 这个单位就被人告了 还贴出来 要一米七零以上的 他不管你是找什么 你哪怕是找职客 你也不能这么贴出来 这种歧视 这真的是一个初级阶段 过一段时间 这个社会的反弹力量会很强的 你说这个事 让我想起 大概是两年前 我收到过一封女的观众来信 是个女大学生 她应征一个秘书 她应征一个秘书 你知道她搞成一个什么呢 要走模特步 天哪 这帮用人的经理 就趴在那个 他没有技情台 他就说就是个长桌子 让她站在桌子上走 那是消遣女性 那是一种侮辱 你说这还有这事呢 还看别人漂亮 不过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强调政治正确 什么 其实相貌还是对人的 他们说有个统计 就美国的名牌大学 就是耶鲁 哈佛 哥伦比亚这些大学 他们一个统计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五年 去调查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就 就是你生活的好不好 你知道调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今天就说五年的时候 凡事比较成功的 都是长得比较高的男的 凡事比较成功的 都是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的 名牌大学 没有 是吗 就五年 但是呢 这个调查又显示 十年就不一样 十五年 二十年以后 这个因素就不存在了 但是是在大学毕业的五年之内 居然比较高的男性 普遍的收入高于 个子不那么高的男性 那就容易得到机会 容易被提供 包括漂亮的女性 这是在名牌大学 而且已经有这么多限制 可能会这样 你像你说这心理学 我就知道有一个叫什么 超越自卑的那个 是阿德勒吧 还是叫什么的 阿德勒 他发明的心理学说 跟他个人的情况 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小时候多病 小时候多病 然后你看他长大 要活下来 他研究 他就认为自卑 是人很深的一个情节 而且他特别提到 小时候体弱 甭说长得不好看 体弱多病的孩子 会有这种中期一生的 如果引导疏导不好的话 中期一生的这种自卑感 但是反过来说 他又认为 就是动力 这是动力 自卑是成就的动力 其实自卑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对自我的一种感受 这个感受是让求 自己更完美 更成长 就像一个小苗 你要长成大树 如果一个孩子 从小就自信 不见得他聪明 因为自卑的人 内心痛苦很多 理解吗 但是这些痛苦 都会变成一个资源 就像是胶田那样 就是肥料 然后他的数字 会长得更大 其实你看看 很多科学家 很多有名的人物 小瘦呼得不怎么好 总是受到一些歧视 或者身体的残疾 我问你有问题 怎么样的情况下 会更自卑 人告诉过 有的人眼睛出了问题了 然后他要动个手术 他的选择是怎么样 如果他不动手术 他的眼睛有问题 他的视力有问题 看东西有问题 如果他动手术 他看上去有问题 就是他的视力没问题了 但他看上去 一个眼睛 有点跟正常的 有点不一样 那你说他应该做什么选择 哪一个会更自卑 大家看他的内心的容许多 一般就是说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人到一个风景地方去玩 在路上就碰到一个老子 就说 他问这漂亮吗 你们那个家乡美丽吗 因为他准备去那玩 那个老子就说 你自己的家乡美丽吗 他说我的家乡不美丽 很脏很乱 那个老子说 我的家乡 你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去了 也就是说 往往就说如果你是挑剃你眼睛的 你认为眼睛毛病 你去整理它 除非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美的问题 而是为了健康的问题整整容 或者让自己对称一点 那么如果你是完美的心肌整容的 结果会更糟 因为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这种女孩 有一个小疤 整了以后 那个疤就被自己放得更大 因为他的想象 医生整完 应该光洁的乳 乳没有东西的 但这不可能 因为它涉及到皮下沉以后 它必然有显微增生 所以基本上把它表面的性做了 还会显示一个疤来 这个时候 它就会处在深沉的绝望里面 所以它的痛苦比来的时候还大 脸上的疤整没了 这疤到了心里了 对 最在意了 他会放大来看 像你说的一个就是 开始他觉得这不是整了 但是他慢慢对他的要求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人家看上去他不好 这是个外表的问题 他如果自己看东西不好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照理说应该是自己的问题更大 对不对 我看世界更清楚 是更重要 对不对 但是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的外观是更重要的 就是说他宁可人家看不到他的 他没有问题 其实他有问题 他的处境都好过 他看别人很清楚 人家觉得他有问题 你说的太好了 对 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说一个 马斯克面具 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面具 可悲 刚才说的一个面具 是面部的面具 但实际上心里也有个面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说相貌 咱就说到这个人怎么 你的幸福感 你的满足感 心里的感觉 心里感受 你不是在深圳了吗 咱都深圳市民了吗 最近深圳就是最幸福了 为什么 一调查 而且我发现有人就爱搞这种调查 你幸福不幸福啊 好 幸福 现在深圳入围了 入围全国什么几大最幸福的城市之一 就要评选 真的 那问徐老师 你在那幸福吗 应该是 我其实还是住在香港 其实深圳 原均收入是在全国很高的 你要拿这个指标衡量 他应该 看他调查范围在哪里 深圳很多打工的民工很苦 对 在里边炒股炒楼的人 你买了楼的人就幸福 对不对 他就拼命长 因为他还害怕人民币涨息 会跟自己增加负担了 但是呢 你说这个深圳呢 我觉得不应该是深圳 因为深圳呢 就是说按照我们叫后现代理论 或者叫我们叫后 后无益时代啊 像深圳这样的一个城市呢 很多人 比如说他早期去了深圳发财啊 就是慢慢的变得什么都有了 也买了很多房子 买了该有的都有了 其实他们应该处在无意义感里面 就这就是在人的无意满足以后 无意义 会生成的空气感 会追求刺激 会觉得不舒服 会觉得整天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没有没有 像深圳之所以幸福 是因为深圳基本上是各地的乡下人过来的 所以现在发了以后呢 他们的幸福是什么呢 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乡下去买房子 现在湖南啊 广西啊 你说的就是打工的 不是打工的 包括你来做生意的 就是说现在 你看深圳的报纸登个地产广告 都不是深圳的房子 这是湖南的别的地方武汉的或者四川的房子 为什么要登在深圳的报纸上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大量的人力过来了 过来总有成功者吧 成功者他深圳房子现在这么贵高于其他地方好几倍吧 那有很多中国人最喜欢是一老什么一锦还乡啊 啊 我在深圳这么苦 我最后我在成都我在重庆 我买了很大的房子 这是他们幸福感的来源 就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但是这个幸福感跟心理学说的方式也有点差别啊 就说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归宿 就是如果 不不不 他的归宿不是深圳啊 他的归宿是他的湖南 对 他的湖北 对 所以说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幸福感要看人对这个城市的归宿感 安全感和舒适度 应该这样来来调查一个城市的舒服感 而不是说这帮发财的人把钱投在别的地方买房子 对 你知道深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它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城市 什么呢 什么呢 因为他没老年 对 他不养老年 对 深圳所有年纪大的人必须回乡 深圳的繁荣是建立在他指节最精华人口 他的老年养 比方说你上海北京东北都得养老年嘛 对 社会安全系统嘛 对 深圳这个社会安全系统由你那个乡下去负责 所有在深圳赚到一点 不管富贵穷都是这样 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就想要回到别的地方 所以他的这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的成本啊 是建立在很多边缘的其他的城市就来源的城市的基础上 你看我的幸福感 我自己就感觉就去细尼嘛 我去细尼我就觉得 阳光就幸福 阳光那么好的空气 海蓝蓝 哎呦 那么干净 那么样的干净 消费也低 这是城市给你带来的 知道我的幸福感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隧道自然行啊 难道学了是这么大自然行啊 是 我的幸福感就是隧道自然行还能活得下去 就行了 让我看看书 没错 非常好 我就觉得失眠是因为你有工作造成 因为你要不上班的话 你怎么会失眠呢 你反正你就不睡吗 总有困的时候你就睡吗 像毛主席一样吗 对吧 你上班你才存在 我必须得睡 不上班的人以失眠 是因为城市的这个非自然化